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在国会的中间的演讲还有他的穿着打扮的一切都非常的符合现在呢作为全世界焦点瞩目的英雄般的角色 他还是穿着他的招牌的军律的这个夹克然后卡齐库然后就跟拜登来进行会谈 然后呢特别呢是他在赠送给拜登的就是这种纪念和礼物上面呢 显然呢都经过了精挑细选和这个盘算 他送给拜登了拜登的呢是一个勋章 这个十字对不起这个十字功勋章呢是在乌克兰战地里面去操作海马斯火箭的一位乌克兰的战士 十字军功章啊一名上尉他的十字军功章 然后呢泽伦斯基说是这名军官呢委托他把自己的勋章呢送给非常勇敢的美国总统 拜登接手的时候说啊亏不敢当但十分感激 海马斯多管火箭不就是美国提供给这个俄罗斯提供给乌克兰去攻打这个俄罗斯的吗 我觉得他在想到这个呢是非常的这个厉害哈 一直在前线然后靠着美国提供的武器来去抵抗啊 俄罗斯的侵略的上尉的勋章 现在呢别到了拜登的这个手上 然后拜登呢透过泽伦斯基的访问 要来向这个世界宣誓跟这个乌克兰站在一起来象征这个民主国家的团结 因为在过去这很长一段的时间里面呢 俄罗斯方面的大力的对于乌克兰呢展开这个认知作战的宣传 就是美国呢不过是把乌克兰呢当做一个棋子 美国呢最终呢就像是会放弃阿富汗一样啊放弃这个乌克兰 然后今天他们用这个行动来表达他们的支持 其实就在呃泽伦斯基到访的时候呢美国也决定啊要通过呃就要再提供 乌克兰呢18.5亿美元的新一批的援助其中包括了爱国者飞弹系统 就是要去拦截这个俄罗斯的飞弹 然后美国国会呢也在针对啊要不要就是要提供450亿美元最新的援助 给这个乌克兰呢展开这个辩论 如果这样通过的话呃从2月24号 俄罗斯发动对于乌克兰的战争以来啊这样10个月美国对于俄罗呃对乌克兰的援助呢就超过了1000亿美元 10个月这战争打了这个10个月啊 我说这个呃泽伦斯基真的很会啊他除了送那样子的一个十字呃军功章给拜登以外 呃大家在大家这个现在这个上网啊或者是之后呢 这个看这个新闻呢就会看到今天这个主持参众两院联席会议的呃美国副总统啊跟 佩洛西就众议院议长啊跟这个呃副总统副总统是参院呃是参院的这个主席嘛 他们两个呃就很高兴的就是在展就是两个人就是展开一张一面呢非常大的这个乌克兰的国旗 然后上面呢签满了名字 我想说这个是什么啊哦 泽伦斯基呢送给美国国会的这不是一一面呢普通的乌克兰国旗上面的这个呃签名呢也不是乌克也不是普通的这个一般的乌克兰民众 而是所谓巴赫木特的乌克兰的官兵签名在这个战旗上送给这个呃美国的国会是不是很会我觉得他超会的啊 然后他在呃国会的演讲呢也是金句连发啊 他说呢乌克兰没有倒下啊然后乌克兰呢呃永远都不会投降 we'll never surrender然后乌克兰呢 its alive and kicking its alive and kicking 我们是现在是生龙火虎火虎的啊 然后你们呢your money is not a charity 就你们的钱呢给这个乌克兰呢不是慈善 its an investment这是一个投资投资什么呢 投资全球安全和这个呃民主的一个投资 然后他说呢明年会是一个转列点啊 呃然后他在这里他在这次去美国的时候他也提到说 希望能够在冬天啊展开这种某种形式的和平上面的一个会议 但是到目前为止呢我们是看不出来呃有一些什么样的和平的这个曙光 这个冒出来了啊嗯所以呃这场这个泽伦斯基的访美行程 他是英雄了没有错啊嗯大家把他当呃比作啊在二战期间的时候 到美国去寻求支援的呃去寻求支援的英国呃首相丘吉尔啊 但是在那场这个二次事业大战的时候呢就是因为美国呢就是都不伸出援手啊 如果呢后来不是因为哎美美国都不伸出援手他叫他们呃英国呢请这个呃美国呢加入这个呃战场就参战 否则的话呢法国呢就要沦陷了就法国沦陷了美国还是没有参战 你给武器给我们吧好然后那个呃提供我们的这些呃军事上面的这个援助 可是他要很大笔这些钱美国呢都那时候罗斯福的总统呢表现的就算他要受限于国会啊等等 那个态度呢其实是推推三阻四的哈如果不是后来呢日本呢真的是失心疯了去攻击这个珍珠港的话呃美国不会参战啊二次世界大战呢也不会产生这种逆转性的呃德国最终呢和日本他们都就失败 但是呢这一次呢嗯这场这个乌克兰战争到目前呢呃虽然他造虽然呢他让这个西方国家就北约啊这些呃欧盟啊他们无比的这个团结 可是呢战争的这个控制呢呃都还是在这个乌克兰的这个本土上面呃西方这个国家呢非常的谨慎的小心啊不必没有去没有去介入这场这个战争呃而且呢也要控制不让这个炮火呢 到这个俄罗斯的这个本土啊呃所以呢他跟二次世界大战他还是有一个很大的很大的一个本质上面的一个差异啦这些国家如果参战下来的话这不得了这就是第三次世界大战可是在这些国家不参战的这个情形之下呃你如何的这个使这个战事的终结现在依然也是看不到曙光对于乌克兰的人民来讲泽伦斯基是英雄了但是呢他们却要呃 嗯度过一个非常悲惨的啊悲惨的一个圣诞节而且明天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够等到和平的降临 嗯俄罗斯方面也没有闲着啦虽然说是很难呃来相提并论的啊就是 俄罗斯的这个前总统他现在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主席梅德维杰夫啊他突然跑到呃中国大陆去访问然后见了呃习近平啊双方呢对于俄中关系呃的更加的这个巩固呢来表达了这个来表达了彼此之间的呃互相的互相的就互相的一个肯定啦齁就是呃这个俄罗斯呢他就在肯定了就是呃这个俄罗斯呢 就是并且祝贺啊哲伦斯呃就祝贺习近平习近平呢在二十大中间的连任然后强调俄中俄关系之间的良好那习近平呢他也对于呃他也对于这个俄乌之间的这个冲突呢表达了希望透过谈判啊来取得呃就对话啊来终结这场的战事但是到底会不会还有些什么样的进一步行动现在真的看不出来而且为什么为什么这个梅德维杰夫 要在这个时间点上跑去这个中国大陆他要做些什么样的铺垫是有一些别的别的这个呃不同的意图吗就不了解啊我看这个俄罗斯的媒体呃他对于泽伦斯基到美国的报导倒也还是蛮持平的啊还蛮公平的呃都都相关的报导都有啊然后美国对于呃俄罗呃对乌克兰的援助然后泽伦斯基 他们司机讲了些什么话也都有也都有这个报导啊嗯然后当然这个俄罗斯方面的官方立场强调说目前呢看不到任何的啊和平谈判的这个机会啊西方的援助呢越增加啊就是不给和平机会啊那他们官方的表态呢也是没少过了啊好那在这个台海的这个情势部分的话呢 今天呢有30架次的共鸡穿越了海峡中线还有延伸线呃到这个西南西南和东东南的这个空域然后昨天呢进入我们的这个防空识别区呢有21架歼16大陆真的很忙啊然后呃他们的大批的快速快速和慢速的这个机队穿越巴士海峡应该是在做所谓的突破岛链方面的演练啊 这个大陆这个是可以停停吗今天是冬至啊大家回家吃汤圆吧不要这么忙啊嗯祝大家这个冬至平安啊我非常的喜欢吃汤圆所有的这个糯米的这个东西呢食物呢我都非常的喜欢吃我小时候呢我妈妈呢我们在家呢我们还会自己就是包这个汤圆就是那个糯米那个团你捏那个那个糯米团啊成为一个小小的这样圆的可以承可以承接一个呃 呃芝麻馅的这样的那种品牌搓搓搓搓的远我还记得有一年我妈妈跟这个邻居的这个陈妈妈他们就卖那个呃小汤圆那你所以就所以我们的那个呃日式的房子的那个呃宿舍啊我们这个新生报宿舍的院子里面呢就在那边呃我们就帮忙这边搓这个汤圆红的白的这个小汤圆啊 我很喜欢这种这种气氛啊很有很有这种过年感啊好祝大家冬至平安今天呢对于呃住在金马啊还有福建啊那些地方的这个民众来讲啊终于我们的小三通要从1月7号开始呃要恢复了啊呃从1月7号到2月6号 但是呢他只限缩在啊就是呃眷属啊就是住在这个呃金马地区的民众啊你不管是陆配啦或者是呃在两地这边呃特别就是在大陆这边呢有这个经商的住在金马的这个民众啊但是呃他并不扩及这个其他的台商所以他的范围是小的啊但不过无论如何啦 总是省下了非常多的这个时间以便于这个呃金马地区的民众返乡啊探亲啊还有这些各方面的这个需求什么时候呢才能够进一步扩大那就不知道了啊